哈囉大家我是你的家梁德瑞 今天這一集比較特別一點 我們在室內的場景開箱 因為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我的六大碼之路 自從去年台北馬拉松買下這個 全碼六大碼挑戰的這個種子之後呢 我其實從今年的一月初二月 開始瘋狂的搜尋 各種的報名相關的資訊 然後我也投了很多的籤 但是從去年12月到現在 蠻可惜的是我在兩次的投籤 包括柏林碼 自家哥嘛 號稱是六大碼最好中的兩場賽事 我也都是貢姑收場 所以今天呢 我就來跟大家公告一下 我在這兩年希望在30歲前 可以完成的這個六大馬拉松賽事當中 目前的規劃進度如何 我找了這些賽事啊 報名相關的資訊之後 有沒有哪些可以讓大家經驗分享 參考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也想要挑戰六大碼的話 今天這支影片可能會對你非常有幫助喔 第一場在年初二月的東京馬拉松 第二場是在四月中的波斯頓馬拉松 下一場倫敦馬拉松 下半年的第一場是九月份的柏林馬拉松 再來是第二場 芝加哥馬拉松 最後一場是十一月的紐約馬拉松 南半球唯一場賽事 即將成為七大碼的雪梨馬拉松 我們就依照一整年的這個舉辦順序來依序跟大家介紹一下 六大馬拉松當中的比賽日期還有大約是什麼時候要開始報名 大家記得把這個時間筆記下來 不要錯過這個報名還有抽籤的機會 第一場賽事呢 也就是亞洲最大的比賽 東京馬拉松 他通常落在二月底三月初左右的這個時間來舉辦 那以往的經驗他前一周也可能是大板馬 所以我也蠻希望明年有機會的話 看能不能是我去挑戰東京馬 前一個禮拜也去跑大板馬一次把兩個再收集一次 那東京馬的報名時間呢 通常會落在前一年度的八月左右 所以今年度 2024年八月九月 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那個報名的資訊 通常在十月左右就會放榜了 到時候如果開始抽籤東京馬拉松 我也會在我的社群公告我已經投籤成功了 到時候大家可以鎖定一下我的資訊 讓我來提醒大家一起抽籤東京馬拉松 那這場比賽算是應該六大馬當中 台灣跑者最多人去參與過的賽事 因為畢竟第一個他是最近的 那以機票啊或者是住宿成本來說 應該都是相對以參加的這個費用來講 是比較相對親民的 跟其他幾場比賽比較起來 待會後面跟大家分享 所以東京馬應該可以列為 你想要踏入六大馬這個賽事領域當中的 第一場敲門專 那第二場賽事呢是波士頓馬拉松 他通常落在四月中左右的時間 那看了一些資訊 大概都是四月的第三個禮拜一 就是一個愛國者日的這一天來舉辦 那這場比賽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波士頓馬拉松是沒有抽籤資格的 他只能透過成績達標的方式去申請 那比較有趣的是他在每一個年齡層 都是有不同的達標成績 所以波士頓馬拉松也算是跑者當中的這種奧運殿堂的感覺 就是我這輩子如果練到可以去打標波馬 甚至去參賽的話 算是我在跑馬拉松的這個領域當中 已經達到了算是最高的成就嘛 或許只有1到3%的人有機會可以去參加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跑者間的最終目標 那以他的參賽的難度來講也算是相對比較高的 因為其他場賽事都可以透過抽籤的方式取得 那波馬當然如果你是沒有打標的話 也是可以用買的啦 可是這個費用我記得是蠻可觀的 我查到的資訊應該是5000塊美金左右 才有機會買到這個參賽資格 那再加上你如果要去當地的住宿啊 交通還有機票 一場比賽下來如果沒有1萬美金 大概30萬台幣 你可能沒有辦法去透過購買的方式 來參與這場賽事 所以通常這場波士頓馬拉松 都會是放在跑者間有達標之後 去努力的一個方向 因為用買的真的太貴了 那上半年的第三場賽事呢 就是我們的倫敦馬拉松 也就是我這禮拜即將去參與的這個賽事 當大家看到這影片 我應該已經在倫敦啦 所以如果你們現在看到這影片的同時呢 也可以follow我的IG 還有這個Facebook 我也會隨時持續的更新 我在倫敦的最新狀況 那倫敦馬拉松也算是最大的慈善賽事 那它主打的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慈善名額 讓大家可以去做慈善 做公益把這些錢捐給相關的慈善單位 然後讓你獲得這個馬拉松的參賽資格 這場比賽 今年募集了6300萬英鎊 在今年2024年的倫敦馬拉松 當然我也是做慈善 提供10萬 我也是做慈善名額之一啦 我花了3000美金 大約是9萬多塊的台幣 買了這個慈善名額 那這個慈善名額 會有很多的慈善單位 可以提供大家去做 你想要捐贈的選擇 那當然每個慈善單位的捐贈費用 也會有點不一樣 那這個我覺得算是六大馬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就是你需要在參賽之前 如果你真的像我一樣 運氣非常不好的 怎麼抽都是抽不到千的話 那你只好跟我一起做慈善了 那做慈善 他有很多個單位可以去選 每個單位的費用 真的會有點點價差 所以可以多做一下功課 像我一開始其實選了一個 這個是幫助小孩成長的一個 很好的這個單位 結果我去比價了一下 哇靠 他真正比其他的單位貴了一兩千 就是貴了兩三萬台幣 我就覺得 我很想要做慈善給你們 可是好貴 我就是只好把網頁關掉 再換到另外一個單位去做捐贈 但我覺得這也是賽事準備有趣的地方 就是 他其實要花很多時間去搜尋這些相關的資訊 他應該也會算是跑者在六大馬的設定當中 除了最難達標的波士頓馬拉松之外 如果其他比賽都可以用抽的 那倫敦馬通常會列在大家的六大馬的最後一場 因為如果你已經完成了五場了 你也達標波士頓馬拉松了 倫敦馬真的是只有一%的中間機率 基本上是抽不到的 這個時候大家已經完成五場了 頭都洗一半了 只好把那個慈善做下去 只好用買的方式來完成這場比賽 所以倫敦馬通常會是六大馬設定的最後一場賽事 是比較常見的 那你反過來你是用頭的 我是先把最難的先解決 所以我倫敦馬就先買了 也算是因為蠻剛好我那時候在搜尋相關的資訊 又想要在30歲前完成六大馬這個壯舉 所以我自己在找的過程 就發現竟然有旅行社釋出倫敦馬的這個慈善名額的資訊 我剛才二話不說的先趕快把它搞定下來 所以倫敦馬就會是我六大馬通的第一場賽事 那介紹完上半年的賽事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進入到下半年 那下半年第一場開頭的六大馬是九月的柏林馬拉松 那柏林馬拉松也算是大家人稱的贅述賽道 有非常多的紀錄都是在這個平坦的賽道創造出來 那我個人在今年也預計會參加柏林馬拉松 目前的計畫是跟熊獅旅行社會有一些合作 那我應該會在九月去參加柏林馬當作我的第二場 我的六大馬賽事 所以也非常期待 因為柏林馬畢竟是贅述賽道 而且那邊還有啤酒節 所以我其實還蠻期待去柏林馬拉松的行程 然後柏林馬也算是聽說六大馬相對好抽 雖然我沒抽中 但是真的是比較多跑者 台灣的跑者去參加的六大馬賽事之一 那他的費用相對來講也算是六大馬當中 我覺得以整包行程來賣的裡面當中 是稍微比較便宜一點點 像剛剛前面提到的可能像倫敦 或者像波士頓 通常你看到的旅行車開架都是在十二十五萬以上 那還不一定有含行程 所以這個費用是非常可怕 那柏林是相對稍微低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柏林馬是相對比較容易去參加 或是也比較容易中籤的賽事 如果大家冬季已經參加過了 那第二場或許可以嘗試從柏林馬拉松去投籤 嘗試看看這條最速賽道 那下半年的第二場賽事呢 也就是芝加哥馬拉松 那芝加哥馬拉松也是一個我自己非常想去的比賽 因為他也算是六大馬當中 我覺得很用心的一個單位 因為他有蠻多就是跑者在這邊會有相關的故事產生 所以我覺得芝加哥是我蠻想去的比賽 那我自己今年也在芝加哥沒有中籤 我那時候在那個頭籤的時候還寫得很爽 把那個所有可以加購的東西都填完買完了 後來發現還是未中籤 那芝加哥馬呢 我預計在明年去參加這場賽事 也應該會是我六大馬的最後一戰 如果順利的話 因為芝加哥馬拉松我目前的全馬成績 應該是有達標 就是芝加哥馬的成績達標報名 我的年齡大概是三小時零五分以內 就可以投籤報名用成績達標 那我目前是兩小時五十八分 所以希望可以有七分鐘的扣打 去選上這場賽事啊 那像剛剛前面提到的波子文馬拉松 目前我的成績距離這個達標 還有一點點小危險 因為我目前兩小時五十八 雖然在我的年齡三小時以內 可是以去年平均的達標成績是五分半來說 我現在在波士頓馬拉松 很容易被刷掉的狀態 所以這幾場比賽 像倫敦、柏林 我也會盡可能把我的成績再往上突破一點 那芝加哥馬拉松應該就會放在我的最終場賽事 也就是明年六大馬的最後一戰 那這場比賽也是相對好抽籤 但是他的當地的消費啊 畢竟美國還是最近通風蠻嚴重比較貴一點 所以整體來說賽事可能名額上 算是中等價位不是最高 但是也沒有到很便宜 但是相對來講是比較好中籤的 那芝加哥馬拉松通常是在十月份比賽 所以他會在前一年 像我是在2023年底 12月就會公佈結果 所以大概就是你投籤一個月後就會知道 今年度2024年 大概在11月 10月11月可能就會有投籤的資訊 大家到時候再follow一下這個賽事相關的內容 我也會持續的做大家分享 那紐約馬拉松 今年我也會去參加 算是我今年六大馬拉松的第三場賽事 他的時間是在11月的第一個週末 那這場比賽呢 他的價錢大約是落在 台灣可能賣9萬左右 可以買到 就是參賽名額加上這個住宿的這個方案 那機票通常是沒有加在裡面的 所以如果加機票 4萬4萬5左右的這個機票費用的話 其實平均也是 總包大概要在12萬到15萬之間的費用可以去參加 中籤嗎 不太容易 因為我也沒中 紐約馬你也可以透過前一年去跑線上馬 然後隔年還是可以有機會獲得 就是這個參與的資格 所以紐約馬拉松 大家也是算是可以考慮的一場賽事 但我自己定下來 在住宿方面很可怕 他在曼哈頓區我最近在查 一個晚上通常都要在 三四百美金以上 看起來治安比較好的飯店登記 那如果說你真的要住比較便宜 可能就要住比較遠一點點 那價錢其實也是都蠻可觀的 一個晚上可能都是八千到一萬塊台幣左右 才有住宿可以住 也是我今年度的第三場賽事 那這場比賽 目前我也成功拿到資格了 名額算是我跟旅行社有一些合作 然後他們協助我去拿到這個參賽名額 套裝的這個住宿的 整個小小的包套方案 就是給他們協助 因為我自己有一點時間壓力 希望可以在兩年內完成 但如果大家沒有這樣的壓力的話 我覺得就是 每年可以去抽錢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 今年很想要去挑戰 或者是你一個 一個可能30歲40歲 一個年齡的週年慶 你或許可以去買名額 也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因為用抽的 真的是越來越難抽 紐約馬也開始要往 倫敦馬的這種方向 就是往最大慈善名額的這種賽事去前進 所以他現在可以中籤的機率 逐漸往下降 那也越來越多慈善名額四處來做販售 那紐約馬拉松呢 參賽人數也來到了5萬人 算是六大馬拉松賽事當中 因為平均都兩三萬 5萬人真的是 最大規模的一場馬拉松賽事 那下一場賽事呢 是已經可以稱為 準第七大馬拉松 也就是雪梨馬拉松 他目前呢 也還是持續在 繳足雅培的這個審核資格 明年很有機會就成為 第七一場 就是七大馬拉松的賽事 所以如果順利的話 明年除了原本規劃的三場 東京 波斯頓 還有芝加哥之外 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會去挑戰雪梨馬 看有沒有機會在明年 就是讓我在兩年內 或許從六大馬拉松之路 變成七大馬拉松 一次收集完成 那雪梨馬拉松通常會落在 九月中左右的這個時間 他也算是南半球唯一一場 看起來那個地方的整個行程 專案目前看起來 旅遊真的都是非常豐富 如果可以的話 明年有機會去開箱挑戰給大家看 大家也可以繼續鎖定我們的頻道 大家目前看到的時間 應該是今天下午的五點 我就會準時在起跑線準備出發 所以如果大家對於這次我的 目前的成績 非常感興趣的話 也歡迎追蹤我的這個號碼簿 我的號碼呢 是 46769 是我的號碼簿 到時候大家可以下載他們的 倫敦的APP 可以及時的追蹤我的狀況 不要大家都在看你 不要繞賽 當然這個時候就要跟大家講一下我的訓練狀況 其實我從三月初到三月底這段時間 歷經了大概一個月左右的身體不適 大概就腹泻了一個多月 所以那時候的訓練狀態準備 其實是沒有很完整 那一直到我已經來倫敦的前一週 我才進行了比較完整的一個30K 跟一個18K的比賽配數 我自己認為目前的身體狀況 我推估 我的預估完賽時間 可能會落在3小時到3小時的10分 是低標 但如果真的狀況不錯 有機會挑戰2小時58分的最佳成績 還是我的最終目標 那當然高標 我是希望可以跑到2小時55分內 是我的目標 所以大家看到影片的現在 也歡迎你在下方留言預測一下 這一次我的倫敦馬拉松 可以跑出怎麼樣的成績 我們也會在下方抽出一位 最接近我實際玩賽成績預估的頻道的觀眾 我們會贈送你一個 我在倫敦馬拉松購買的 這個小小的紀念品送給大家 要設定在秒 當然就是2小時54分07秒 要到這麼精準 我們會找最接近的那個 把它抽出來送給大家 所以歡迎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踴躍留言你對於我這一次參加倫敦馬 這個完賽預估時間 我們將抽出屬於倫敦馬獎品送給大家 要講什麼時候風籤 跑完還預估 就是跑完之前 我們看留言時間一定要在5點前 我們12點就上片了 5點前大概就是只有5個小時 所以如果先看影片你就有福了 到時候在5個小時內預測 我在開賽 開賽就已經不算了 所以如果是5點01分 去預測我的完賽時間 就已經不算了 所以5點前 如果你看到影片 然後來得及去留下 對我的完賽預估的話 你就可以參加這次的抽獎機會 那六大碼的EXPO是非常豐富的 所以期待大家可以到時候來 看我們的影片跟大家分享 EXPO有什麼值得逛 值得買 還有什麼樣特色的一些 有趣內容跟大家分享 好啦 我是你的家人 我們今天這一集 關於我的六大碼 或者是七大碼之路 持續努力中 我們會急去更新這個系列 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在挑戰六大碼的過程 那如果想要隨時關心 我最新的狀況的話 也歡迎Follow我的Instagram 因為我們每天都會定期的更新 關於我自己的每一天的訓練資訊 或是一些比較日常的內容 甚至一些跑鞋開箱 也都會在IG第一時間跟大家分享 最後來跟大家開箱一下 這次我參加倫敦馬拉松的戰袍 也就是我身上這件 Adidas的背心 然後這一次呢 我特別在出發之前 自己去躺影了 DHRC的LOGO 還有我胸口的Jerry字樣 然後背後呢 其實也有DHRC的一個LOGO 那其實這個燙印名字在胸口呢 也是這一次倫敦馬拉松 賽斯會場的一個服務 就是你可以去購買這樣的服務 然後再把你的名字燙在你的胸口上 我這次會參加的賽事 鞋子選用的呢 是Adidas Adios Co3 也是我這次出賽的戰靴 那剛好這次它的配色呢 是倫敦馬限定的這個配色 所以也非常期待可以穿著它 跟我一起征戰這次的倫敦馬拉松 那我在前幾次的訓練也已經穿著它 好了一兩次比賽配書 必須講新鞋跑起來 在心靈上好像還是真的感覺比較Q彈一點 跟我自己 我自己有四雙 三雙還是四雙 Adios Pro 3 當然比較久的穿起來 確實會有一點點中底上面的潰縮 或是反彈效果沒有那麼明確 但我明明就有一兩雙是真的才穿一兩個月而已 可能里程也不到200公里 但實際起來還是會覺得 欸 新鞋還是比較香欸 對了最後也要跟大家廣告一下 我們6月7月8月的課程持續招生中 如果你剛好人在台北也想要參加這樣的跑步訓練 年底你也想要準備一場完整的週期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DHRC的行列 感謝我們今天的乾爹 DHRC夢想高飛跑團 這次呢 DHRC夢想高飛跑團也即將開始第二季的招生 那我們的課程呢 會遍布在台北的田徑場啊 還有三峽、板橋、新莊 幾個主要很多跑者聚集的地方都有開課的資訊 如果你剛好在台北也想要加入跑步課程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 那我們主要呢會分為三種課程階段 分別有初階、中階、還有訓練營的課程 如果你想要維持運動習慣 想要一個禮拜只是上一次體育課的感覺 歡迎你加入初階跑步課程 那如果你想要目標是完成一場比賽 或許是10公里、半馬 甚至想要完成一場全馬的挑戰的話 歡迎加入我們中階班的課程 那如果你是有成績目標想要突破 甚至希望可以達標自己某種成績的規劃 甚至達到撥馬的目標 歡迎你加入訓練營的課程 在這個訓練營課程當中 我們會安排最精實的訓練內容來幫助大家 在成績上可以獲得良好的突破 DHRC夢想高飛的課程 會是比較嚴謹、輕鬆 但是又不會讓大家有太高壓的環境來訓練 畢竟我個人覺得在訓練這一塊 還是要練得開心才有辦法練得長久 所以在這邊我們不會給大家非常高壓的環境 希望透過你自己想要訓練進步 來達到一起雙贏成長的這個目標 歡迎大家加入DHRC夢想高飛的跑步行列 下一位看到影片也歡迎趕快報名加入我們喔 5月份會有跑之課程 6到8月會是我們的夏季5K、10K的訓練課程 為了年底的馬拉松做完整的賽前規劃準備 歡迎大家加入DHRC夢想高飛跑團